时拉运转给你有滋有味的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东南卫视的美食栏目 时拉运转 我是好朋友圆瑞 今天又是圆瑞推荐家常菜 其实我觉得我推荐的美食 应该所有朋友看完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就我那三角包功夫 我会做的大家都没问题 但是我特别骄傲的一点的是 就是我推荐的美食的确都很实用 而且很好吃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食材 也是一个超健康的食材 怎么样把它做好吃呢 跟你分享一些小秘密 先去看看吧 今天圆瑞推荐的美味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原料 待会儿回来聊 腊味菜花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菜花 腊肠 香菜 蒜 调料是盐 料酒 生抽 白糖和鸡精 哇 做手捧花挺好看的对吧 今天我们要做花菜非常的好吃 其实呢 处理花菜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这样子掰开 之后呢 把上面大朵的给掰下来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下面这个根部的地方啊 不要丢掉 好 我们边说就把这些 这个花头全部都给掰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根部的花菜 就不要丢掉 这些要怎么处理呢 把它们切成这种片 这样就很好炒透了 都不要浪费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里面的一些配搭了 我们要给它搭一些这个腊肠 我们选的是广式腊肠 广式的腊肠的味道比较好 甜甜的 咸咸的 我们就把它切成这样的斜片 一条足以不要加太多 那样太宣冰夺主了 只是要它的味道 所以有些菜你想把它做的好吃 就是看一看 你给它搭配的是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样的食材 那它就可以借助它的味道 让自己的味道更好 好 这个蒜呢 我们也是把它切成这种片 好 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 还有一些香菜呢 是最后作为装饰的 是不是这样处理很简单 原因你把所有的食材 都基本上处理完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加热了 首先我们要把花菜加热一下 为了让它更嫩一些 你直接去炒 那个要炒的时间太久 反而炒了久了 里面的营养素一个流失的太多 还好会炒得很老 那我不如就在做之前 让它过一下水 特别是在北方 有时候那个花菜长出来的 会更脆更硬一些 过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了 水开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把花菜放进去了 好 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哇 你对花菜太了解了 当然了 真的 我发现就是 同样的品种 但是因为生长的地方不一样 那种蔬菜啊 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跟气候多少都有点关系 所以你只要掌握好它的特性 你就可以做出很好吃的饭菜 好 关火 好 汆烫完了之后 去炒制的时候 其实它受热更均匀 特别适合那些 不怎么爱下厨房 又想做点菜的人 汆一下水 你会特别容易掌握 这个菜的成熟度 好 现在呢 把平锅打开 在里面 加一点油 先把锅子烧热 首先我们要放一些 富含DHA和EPA的 金龙驴身海油 调和油 很适合家庭食用 因为它的营养也是满满的 那这个量呢 加入适量就可以了 不要加那么多了 在它温热的时候 我们就来先爆香一下这个锅底 今天爆香的料头 一个是蒜片 还有一个就是腊肠了 我们把它放进去 很特别 对不对 用腊肠来提味 并不是说你要吃到多么多的肉 多么多的肉的话 那种像这种腊肠 说实话也不太适合吃太多了 我们加一点点 让它调调味 解解馋就可以了吧 好 炒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等到这腊肠有点微微卷曲 你看到有很多油分也渗出来了 有一些油分会继续渗出来的时候 好 这腊肠表面还会起一些小泡泡的时候 我们就在里面加第一样调料 要久